蒋昭要夜探阎王寨 这小伙子浑身都是胆呢 他背后背着两件家伙 自己的三环套月避水圈 徐良的那把青龙剑 更助长了他的胆子 他离开石子林 望前找这阎王寨的大本营 他没来过呀 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 到哪去找去呢 反正他心里这么想 这么大个山寨 这贼窝子小不了 哪块灯光最亮 哪块就是 打凉棚往西北方向一看 那把天都要照红了 嗯 大概那块就是 我奔西北方向 想那是他往下一塌腰 这个快劲就甭提了 可是走了没有二三里地的功夫 他突然发现 他突然发现眼前有黑影一晃 把蒋昭吓了一跳 赶紧趴在地下 因这个黑影 离着他挺近 看那个意思 已经发现他了 蒋昭昭暗说不好 我这次出来是秘密 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尤其是山里的人 要发现呢 我什么也就干不了了 这黑影怎么这么快 啊 明白了 一定是山里边的油洞哨 大概回去报告去了 不行 我得把他抓住 不然的话 他到里边一送信 就坏了我的大事 想到这 他又站起来 一踏腰挺追 那个黑影 离着他不远 实隐实现 但是 不管他怎么追 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怎么也念不上 蒋昭就冒了汗了 心里都不服劲 我姓蒋的也不是一般人啊 我师父 那是人中的剪客 谁不知道 霹雳狂风 水上 苏州 诸葛渊英啊 凭他了人家的身份 跟四川的白云剑客 夏侯人 跟长发道人 雪珠连 都并驾齐驱 我是他徒典 我也是汤汤的少剑客 古学本领 十一载 我身份也不低啊 他怎么就连不上呢 不行 我非把他连上不够 你看他又咬牙 又攒劲 结果也没连上 后来那黑羊一晃没了 想找都找不着呢 蒋昭正人打凉棚着急的时候 就听前面有人弹嗽 紧跟着船来说话之声 把他吓得一闪身 躲在一棵树后 往前一看呢 红灯一闪 有人提灯开道 后边跟了一帮人 蒋昭一瞅 这头一个是白胡子老头 背后背着五金的拐杖 正是飞剑仙朱亮 在朱亮的身后 有个脱头僧人 背着一块金乎乎的棋盘 跨着个大陆皮囊 灭目凶恶 他听蒋昭介绍的 这就是著名的凶僧 三世臣团 臣东坡 再往后看 出家的老道 尼姑 道公 俗家 能有二十几位 因为他刚来 对这些人叫不上名字来 搂了银在前头 梯灯开道 众人说说笑笑 在后边跟着 蒋昭一琢磨 这帮小子放觉不睡 这是干什么呢 哦 我明白了 他们呢 一定有秘密的事 这都是阎王寨的 头面人物啊 他们说出一句话来 办一件事 都事关重大 我呀 跟着他们 看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蒋昭想到这 就把刚才追黑影 那个事忘了 就见这红灯 一闪一闪的 奔厚山 时间不大 来到一个院落 这些人都进了院 门口留下几个楼楼兵 在这守门 他掌身一看 院里头有一座楼 周围全是树林 环境不次于狮子林 时间不大 楼上灯光 找了 人影晃动 大概那帮人都登了楼了 蒋昭一想 我也去 我看看你们干什么 他没敢走正门 转到东侧 抬头一看 一丈多高的石头墙 两边静悄悄的 一个人也没有 蒋昭望下 一哈腰 脚尖点地 撑 窜上墙头 胳膊肘挂墙头 掌身往院中关桥 这院都是石头铺的地 靠墙根 栽着不少花草 虽然是个晚间 阵阵 微风一吹 香味突离 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 为了防备万亿 他在伯伯囊之中 取出问路飞黄石 望帝一扔 咕噜咕噜咕噜 摘尔侧厅 没有埋伏 院里也没养着狗 他这才把心放下 双腿一飘 跳落到院内 沙身形势 直奔中间这座楼 到了眼前在看清楚 这楼修的这个好 三层 分成八面 真是玲珑透涕 下面是青石头打的地基 有三尺多高石头标花的栏杆 这楼就建筑在这上面 外边大红的爆竹 飞而翘起 带精鸟灵的古香古色 他一想我不能走门 门那块肯定有人拔着 小小的三层楼能挡得住我吗 蒋昭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 掏出一块松香 把这松香碾成碎末 在鞋底跟手上都蹭了点 松香这样发靶 有好处 能增加摩擦力 不然的话 哪会儿一发滑 不但容易摔了 而且容易坏事 擦完了 他舌头尖一顶上牙 把汤脑瓜一蹦着 就蹿到第三层 围着第三层的转圈 是走廊 这走廊啊能有四尺多宽 木头的廊杆 刷的红色和绿色 他落到走廊上往下一杀身 喘了一口气 等心血平静之后 他站起来 用舌尖点破窗灵纸 往屋中观窍 这屋是富丽堂皇啊 上面是天花板 在正中央吊着一盏八九琉璃灯 在那个年头啊 这灯就研究的不错 正中央一颗蜡烛 点着了四外反光 再借着珠宝这一反光 显着格外的明亮 就一盏灯 就等于几百盏蜡烛 因此这屋里啊 就地下掉根针 也看得挺清楚 坐北向南 有跋扎洒津的屏风 上头都标着花 被灯光一照多人的耳目 在屏风的前面正中放了一张桌 桌后边坐着一个人 哎 讲招还没见过这人 一瞅这位 头顶闹龙棍 身披褶黄袍 妖宿八宝玉带 足灯五爪的龙靴 面如晚霞 三柳花白胡须散满千辛 这人长得还不错 看年岁六十岁左右 在他身后 站着八个穿黄袍的下人 每人都跨着弯刀 有的给捧着水壶 有的拿着苍蝇刷 有的捧着弹盒 还有的举着弹箱 拿什么的都有 啊 江照明白了 白天我没注意 大概这就是 阎王寨最高的贼头 天德王黄伦吧 不是王子 哪能有这身打扮 哎 讲招还真猜对了 望两旁看 两旁边厌世型拍摆的主案 后头都有安乐意 飞剑仙朱亮 坐到上吹手 三是陈团陈东波 坐到下吹手 再往下金标霞里 和山上的头面人 还有 还有跟阎王寨关系最密切的 几位唐主和门长 讲招 讲招来这会儿楼上这些人也刚坐稳 讲招这心都提的嗓子也摘着听着 就听飞剑仙朱亮说话 王家七岁 天可不早了 咱们开始吧 老建客 您主持吧 好 主亮站起来 冲屋里的人一抱拳 各位 大家都看见了 十阵赌输赢 我们一口气连败五阵 实在是不幸 也真没想到 这明天 就要开始第六阵 如果这第六阵我们再输了 咱们大伙的心血算白费了 我真担心 一点把握都没有 要求众位 大伙提个主意 看看这第六阵 怎么个比法 原计划 完全可以改动 把后边那个 可以往前串 不行的话 把原来的第六阵取消 我们再研究一个好主意 请各位 各书己见 主亮说的这 从抽屉侠里头 拿出一块白铃子 这白铃子 四个脊脚 都拿千坨坠着 为什么呢 往桌上一扑 这显着平 这块白铃子 这块白铃子上面 密密麻麻 不知道画的什么玩意儿 但是蒋昭挺聪明 一看猪亮 比比哗哗的 一边跟大伙说 一边指这块白铃子 看着没 如果有变动 咱还可以更改 哎呀 蒋昭心里头一发恶 明白了 这块白铃子 肯定上面写的是 石镇读书营的内幕 都是什么玩意儿 等着上写着呢 哎呀 这玩意儿弄得我手里 可太好了 回去交给我叔叔 交给三哥徐良 让大伙一看是一目了然呢 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我师父常跟我说 知己知彼 百战不带呀 干什么 他把手伸了好几身 想拿 那玩意儿能拿得了吗 把蒋昭急的是抓耳闹塞 控制着情绪 揭茬往下听 就见三世臣团 陈东坡站起来 背手站到飞剑心身后 看着这白铃子 撇着蛤蟆嘴 那见靠 我看不用动 这阵 是非赢不可 通过这半天 我都看清了 他们不就是那几块货 年轻的 白眼眉 上岁数的 那个展翅腾空 被摩天计划成 什么欧阳春 顶镇 其他的陆路之辈 都不上数 要把这阵端出去 我看他们谁也不行 您呢 就不必一神一鬼的 还是按着原计划进行 金标下林玉 也过来了 看了半天 这才查言 老师 方才我师伯说的有道理 我看您不必担心 还是按着原计划进行的 这阵 绝对能赢 朱亮还不放心 举着这个白铃子 挨个人的面前 在这争求意见 有人说话声音挺高 有的呢 说话声音挺低 所以讲着听起来就费劲 这耳朵贴着窗户指紧听 也没听明白 最后 朱亮又拿到天德王黄伦的桌前 跟天德王黄伦 耳语了一阵 就见天德王把笔拿起来了 在上头勾勾点点 也不知去了什么东西 又添的什么东西 就见朱亮把大拇指一挑 高 王家千岁盛名 如此甚好 咱就这么定 说着朱亮把这白铃子卷起来了 又搁到那抽屉里头 陈东波一皱眉 老建客 不行 这玩意可不能搁到抽屉里头 这关系着我们阎王寨的命脉 倘若万里有益 开封府那班爪牙要来人 把这玩意给弄去 咱可就完了 您还是搁个保险地 朱亮点了点头 言之有理 说着就站起来了 转到屏风后面 蒋昭就仔细看着 这才看明白 闹了半天 屏风后头 靠着墙 有一排立柜 这大柜上主天下主地 正好站着一面墙 都是老栗子上的 上头夹着大铜锁 朱亮一伸手 拿出一串钥匙来 把靠边那个柜打开 里边分三层格 他就把这白铃子 搁到第一层格上 然后把门关好 嘎嘣大锁锁上 锁完了 又回来归座 烙了一会儿闲壳 这会儿就散了 把琉璃灯指灭 楼楼兵提灯引道 众人鱼贯而行 下了这座楼 说说笑笑 可能就赶奔前山了 这时候 这院里是一片寂静 一团漆黑 蒋昭这心都开了锅了 嘿 来早了 不如来巧了 你看 就像给我准备的似的 我想要知道什么 他们就商量什么 哎呀 真是天助 我也 你们走了 该我进屋了 我瞅瞅 究竟那是个什么东西 就凭我的能耐 我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倒到手中 想着他站起来 转到门这儿 用手一推 这门里他没滑着 外他没锁 所以进去不费劲 他推开半扇门 左脚迈进去 身子还没等进去 他突然发现 尖头 动了一下 是叫钉子挂了一下 还是叫什么玩扯了一下 他不清楚 但是感觉非常真切 他就一愣 回头一看什么没有 哎呀 心说我竟疑神疑鬼呀 这时候他进了屋 脉步一直来到平庄后面 这座大柜值钱 你看是这座柜 敲着脚 能够着锁 结果他倒着一看啥眼了 原来呀 他在窗户外头望里看 这是木头的 结果到进前用手一摸 不是木头的 铁子 这座大柜是铁板汉城 外头刷的游子 而且他一看这把锁 更傻了 这把锁叫死毛的锁 一般的锁 是必登天 哎呀 这帮小子也真加了注意了 我怕什么的 我开不开我有青龙宝剑 我拿宝剑给你破坏了不就得了 幸亏我把徐良的青龙剑带来了 事不宝剑就马上动手 说话间探宝贝他一摸这青龙剑 当时傻了 青龙宝剑是不翼而飞 没了 广上个剑鞋 在身上背着你 蒋昭这脑袋 嗡了一声 当时鼻子尖就冒了汗了 哎 心说可坏了 这宝剑什么时候丢的 哎呀 糟糕 糟糕 真糟糕啊 这我回去 见着我徐三哥 我怎么交代 我拿人家宝剑本身就不对 再给人家丢了 我对不起 朋友 他把一切事都推到旁边的 低着脑袋 到处寻找宝剑 出来这座楼 到院里 顺着原路 翻出墙来 又顺着山路 往狮子临走 心里琢磨着 我听说 徐良得的这是一把骨剑 可能年头多呀 这崩凰它松了 我站起来又蹲下 踏下 又来回再滚的 大概这宝剑子 咕了出去了 可呀 乖 宝剑要咕了出去 它有声啊 我怎么没听见呢 啊 对了 我光想着进山的事了 一时马虎 没注意 或许顺原路 我还能找回来 他一边擦汗 一边找 结果找到狮子里 上房 跳到院里 回归自己的住处 到了住处 推门进屋一看 人家那三位 睡得还挺香 甚至 连原来那知识都没变 少环节 仰面超天 柳玉节 领儿冲西 徐良 领儿冲东 背后 在身上搭着 他炕上地下 全找到了 没有啊 往墙上一看 徐良大环刀 标囊在这挂着 哎呀 可坏了 肯定丢了 我 我是个人吗 我呀 我叔叔不定的 怎么骂我 我还得找 他又出来 上房 跳到外头 顺着路 又赶奔那座楼 结果找了半天 没有 想着蹲在地上 一琢磨 去他妈 不找他 明天见着我三哥 我往那一跪 你乐意杀就杀 乐意刮就刮 当然不至于这么严重了 也许骂我一顿 我包裹点损失 认个错 得了呗 脸皮一厚 就过去了 也不能因为这个事 耽误一晚上 什么都没干呢 对 想着这是 二次他又进了这座楼 简短介绍 来到大柜的前面 他一想 别看我没有包家伙 我有应着力的功夫 铁条 我都能掰弯了 何况一把锁 再看他把手探出来 哎 他想把锁给拧开 结果 连使了三回劲 瘟丝没动 这回他泄气了 要把容绳拿出来 挽了个套 塞到锁头眼里头 想挂住千金 把锁打开 刚才咱们没说 这把锁打不开 不用人家的钥匙 不破坏 干脆不好使 哎呀 想着这儿一想 真跟我找别扭啊 算了 我不拧不动吗 我还有三环套月 避水圈呢 他虽然不是薄家伙 钢口也够好的 我咋得的 反正这一碗也没人 等你们听见声 我也把锁开开 东西我也拿走了 就怎么办 伸手一摸三环套月 避水圈 刚傻眼了 结果宝圈也没了 哎呀 我这怎么事 哎呀 他明白了 宝剑肯定没丢 叫人给抽出去了 连我的避水圈 也给我抽走了 这谁干的 这事 哎呀 看来我太患痛了 能在我背后 把我两件冰人给整走 我都不知道 如果此人要摘我的脑袋 要要我的命 我更不知道了 看来我是短练 自己脚子不含糊 那不行 我差的多的多呀 回头看看没人 他出这个楼 飘到外头 声音他不敢高了 双手拢着嘴 他就问 谁啊 哪位朋友跟我开玩笑 谁跟我开玩笑 我请您出来怎么样 树小子无知 多有得罪 您把家伙赏给我得了 我这边有正事 闹着玩没这么闹的 啊 哪位 连问五遍 无忧反应 蒋昭就点急了 咬着牙头骂什么 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 不管是任何人 你要拿着我的兵刃 不给我 我骂你八 他的意思 想要说骂你八辈 老祖祖 声音还没等落地 你可了不得就听喀巴一声